別猶豫 想做就去做吧 現在將要出發 去拍我人生第一支的紀錄片 出發的時候我要配上我平常最喜歡的歌曲 現在我們在竹北宇辰家的外面 那我們準備要出發去兼食了 為了趕在那個中午太陽大之前把它拍完 然後又要找一個好天氣 那其實現在時間是禮拜四 禮拜四的那個七點半 那現在大家同學可能在上學 有一些同學在上學的路上 那我這邊請假時速也快要爆表了 越南有個粉紅教堂 兼食有個粉紅陸橋 這邊隨田部落 往哪邊走 前面直走就好了 我之前問我爸說 為什麼兼食叫兼食 我爸說 因為這塊是兼食啊 比較漂亮 因為我要拍片啊 拍片啊 要拍什麼片 沒有 是紀錄片 因為我們想取比較漂亮的鏡 我們剛去河邊已經鞋子失掉了 所以阿喜現在跟我要買一下拖鞋 山上這種拖鞋就是 怎麼這樣子 這種 原住民都在穿這種 真的 路上大家都穿這種 我們現在在找我們要去野推的地點 然後 剛剛 那一個 商店的老闆娘介紹我們來這邊 可是我們現在還是找不到地方 所以我們必須先探路一下 我們先去找一下路口在哪 他是說有個秘密基地啊 對啊 好 讓我們出發 1.8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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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應該不是在這 我們原本是要來 其實我老家 有一塊河邊的地 我爸之前 10年前有整過吧 那時候我們都會在下面烤肉 然後 餵魚種花這樣 然後這邊 10年後 已經全部都長得不一樣了 所以這邊也被開墾過 我們現在正要去找樹枝 撿到飽了 這就是我們可以燒的木頭 終於找到比較粗的木頭 原本 在地上看起來 髒髒的 亂亂的垃圾 可是在這個時候 通通都變得有意義了 因為我們需要它 很賢慧的男人吧 看起來他很辛苦對不對 其實他很爽 為什麼 因為他的腳泡在水裡面 色彩很繽紛吧 現在已經下油了 看起來有點刺激 有點恐怖 恐怖的是 那個油會不會倒啊 還有 那個石頭會不會爆啊 沒有看過有人 不先調麵糊直接 拌在蔬菜上的 很漂亮的顏色 那個沒有麵包粉 只有我們 就是麵包 然後磨成粉這樣 代替那個 炸牛排的最外面那層面衣 喔 你這個做法 還好是在外面 在家裡面 被媽媽打死 真的 哇 好漂亮的顏色喔 哇還有蛋殼耶 哈哈 發現 有一點感覺硬起來的 來來來來 給我 我覺得他手感應該可以了 好吧 就是現在 相信直覺 天布羅的醬子 多多米的部分 天布羅的醬子 多多米的部分 好OK 來吧 看我們今天的成果怎麼樣 哇讚耶 還有紅色的 有嗎 有 真的 翻開來看 先吃原味看看 咬得斷嗎 沒味道耶 沒味道 需要鹽巴 不然沾醬油也可以 喔 這個醬超好吃的 很像日本料理店的那個 沒有 我沒有騙人 大狗吃肉的感覺 來喔 我們的肉不切 因為就是要大狗吃肉 哈哈哈哈 哇哈哈 來吧 來吧 你那什麼臉啊 如何 他肉比剛剛那個扎實 我覺得比較好吃 這次紀錄片跟雨晨一起拍 還蠻開心的 雖然整個拍攝的過程 真的很累 從早上六點 就起床 然後就 開始準備這些東西 然後到整個拍完的時間 已經到下午一點了 我們在烤肉的時間 也是剛好太陽最大的時候 那 這個 這一次也 有了一些小差距 對啊 剛好雨晨的錢包掉了 對啊 那我們一起去做這件事情 把錢包把它撿回來 我覺得 這個是 一種意外 但是我卻覺得 還蠻喜歡這個意外 因為 他讓我又做了一些 我以前沒做過的事情 最後我們整個野炊的部分的話 我蠻喜歡我們的過程 因為 還真的蠻不容易的 一起找樹枝啊幹嘛的 第一次還找失敗 找到太空心的樹枝 一下就燒完了 後來找到實心了 終於可以了 對啊 然後整個做出來的成品 吃起來真的也覺得還蠻好吃的 所以 整個 下來我覺得 有達到我當初想做這件事情的目的 原本野炊的概念 其實就是 大家想到的可能就是在烤肉 那如果我們把平常 可能在家裡都很少做的事情 我們把它搬到河邊 我們來炸天婦羅 然後這畫面感比較好 然後 我們也去做了 其實 這東西真的也蠻好吃 那 這次其實我們的主旨就是 讓大家去做一件 呃 你原本自己很想做 或是你缺一隻 沒有去做的事情 那現在你要幹嘛 我已經累到說不出話了